大家好,我是小花 今早一起床 第一樣要做的事 我就要拍這條片 是不是啊? 如果大家之前也要看我的裝修日子 啊,家中最裝修好了 關於我家中的裝修 實在太多東西可以分享 不過今天首先分享的第一樣 就是全家屋我最滿意 作為一個喜歡煮東西的人 廚房對我來說實在是太重要 所以當初選廚櫃公司的時候 其實下了很多苦工 到最後沉沉迷迷 終於找到這一間 我經常跟我朋友說就是 我夢想中的廚櫃 我自己做資料research的時候 其實我自己就純粹 偏向日系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就是日式廚房 他們收納 他們的整潔 功能性是非常非常強的 今次我找的這間廚櫃公司 也是一個日式廚櫃公司 重點是在香港的 這個就是我的全個廚房 其實從這裡開始 已經是全個都是由這個Sunwave 所以大家如果去到Sunwave的IG 都可以看到 完全由零 即是怎樣可以一步一步地 訂到一個廚櫃 都感謝他們幫我記錄 我都很放心 那我全部東西呢 我都是量了尺寸 做廚櫃的時候 我已經去看了我想要的雪櫃 我想要的爐頭 我想要的星盤 各個尺寸 你都要給他們 然後他們就可以 為你量身訂造 剛剛好的尺寸 我就選了這個LG的雪櫃 上面這裡也是一組的吊櫃 這個位置一打開 就是我的面區了 沒錯 作為一個面面區員的女人 家裡有很多面 然後大家就可以看看 看到一個我覺得很有趣的環境 一定要選擇他們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個廚櫃的角櫃 我覺得非常非常有趣 日本人對於儲物空間的研究 你真的不夠了嗎? 我想說是香港訂廚櫃 特別歐洲式的廚櫃 基本上這裡 都會比較少用的 但是日本的廚櫃 它是會用的 全地櫃的地下這個位置 都是有extra storage的空間 我就拿來放一些比較濕性的東西 儲物盒 調味料瓶 還有一格 我拿來放保鮮紙 在上面這裡 再多一個櫃 就是拿來放杯麵 跟大家隆重介紹一下它的角櫃 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只需要這樣夾著 然後拉出來 上面也有 它是用盡你的空間之餘 亦都讓你很舒服地 可以拿到你需要用的東西 好 接下來就來到這裡了 這個就是我用來收藏 我的杯的地方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的IG 也有見過 我們矮人必備的杯架 首先打開 很輕鬆地 其實單手也可以 一拿下來 就可以看完全部杯 而且它還有一個位置很貼心的 如果你比我更矮 就是矮到這樣 它拉了下來 都還是 這樣拿不到了 其實它有兩個圍欄 這兩個圍欄 都是可以這樣拿下來 那你的手 就更加容易伸到更加濕的地方 真的太體貼了 我就覺得這個 其實它旁邊還有一個按鈕 可以按 就是可能上面的東西有多重 就會衡量 增加重力 又或者讓它再輕輕一點 就可以更加容易拉下來 連這個位置都是日文字 我這裡全個的廚櫃 都在日本做 然後再船運下來香港 再由香港的師傅 就是幫我安裝的 所以你會看到 它全個廚櫃 造工 手工 是非常非常好 基本上你是不會看到 它有什麼瑕疵 接下來就是我的芯盤 我想說這個芯盤 真是不得了 首先這個芯盤 都是日本製造 就是Nexus這個牌子 選擇這個芯盤的最大原因 就是它的可變性 我就訂了它全套 全部都是可以動 可以拆走的 還有它芯盤是有微斜 所以它線水是非常之好的 那這個的去水位 它也有幾格 首先它有一個很大的去水位 附設的就是有網格 也有就是儲水格 也有就是原裝的這個格 而且它的材質 就是你即使怎樣刮它 你拿刀割它 它也是不會化 從芯盤走過來 有很多朋友問的 就是這個架究竟用來做什麼呢? 它是一個頂櫃 它是生活在頂櫃的這個粒位 連這個位它都用了 我真的是為日本人寫個房子 那當我關上櫃的時候 若果香港一些比較小的廚房 這個是必須要擁有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它是會大大地增加了 你煮飯的時候你的空間 它的用法非常簡單 只需要輕輕地拉它下來 它立即多了兩個架用 那平時我是用來做什麼呢? 因為我通常切菜 那我切切切切切 我又搞搞搞調完 就是這個醬料 OK 接下來一會用了 那我就先放上去 切完的東西我也都放上去 那它桌面就有更多的空間 給我去備菜 給我去儲其他東西 那到你備完菜之後 然後縮上去 搞定 我們有請哈羅龍還出場 剛才說到還有一件事 就是我剛才在那裡說 它不是連地下的area 它都不放過了 都拿過來做櫃桶 但是我想說 中間它有一隻櫃桶 哇 真是不得了 沒錯 它其實就可以先這樣打開 打開了之後 你就會看到 就是基本的衣服 冷餐 不用打開整個櫃桶 你都已經可以拿到 自己想拿的東西 但是如果想再深入一點 那你這個時候 就再拉開 哇 可以放到多少東西 還有這一層 還可以輕輕推進去 那你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就是裡面這個比較深的櫃桶 還有它有一個設計是很厲害的 筆彎腰設計 它就是讓太太門 廚師門的腰就不會這麼辛苦 譬如我要拿些東西 我就是輕輕打開一點 就可以拿到自己想拿的用具 下面這個area 其實呢 你看到 都是有個角櫃 但是這個角櫃 跟剛才那個角櫃 的開法是不同的 但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 都是非常非常實用 首先這個角櫃 它是有一隻門 跟平時傳統訂造的櫃桃 是不是沒有什麼分別 你錯了 它是這隻門都開到的 沒錯 所以它兩隻門都開到的關係 我就很容易 我就看完整個櫃桶裡面 究竟有什麼 而且也很容易 就這樣 這個是剛才我放到最入的東西 一下就拿得到 非常之容易 過到這個位置 其實你就會看到 都是有三格的櫃桶 其實都是跟之前一樣 這個位置我就拿來放一些鍋 而且我覺得它很好的一件事 就是 它這些板就是你訂了廚櫃的時候 它就會送來 你就可以用這些板 去替造你自己的不同的間隔 上面也是有一個心櫃 就可以讓我放一些碗 在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讓我放一些刀刀叉叉 我想說這個刀叉架 都是他們本身扶送的 過到來 就是我神聖的區域 就是我的爐頭 在爐頭區上面 我也是訂了兩個廚櫃 這個的開發有點不同 就是按一按 就這樣開就OK的了 這兩個月 譬如我煮飯那樣 在這裡煮 其實一想到想放些什麼粉 想放些什麼醬 我就隨時馬上拿起 然後拿屁股 頂一頂進去 完美 調味料下面這個櫃 其實都是不彎腰設計的 不過呢 因為鏡頭要跟著我的頭 所以我一定要櫃在這裡 才給大家看到 那都是一樣 可以輕輕打開 如果再燙出來 這個櫃就比較深 所以你看到我的湯鍋 就是比較大小小的鍋 就全部我會放在這裡 還有一些常用的調味料 味醂、醬油、麻油 這些我就會放在這裡 還有我喜歡就是 它的油壓做得非常好 就算多大力推它 它也是極度靜音 而且很軟地關上 是不是這個櫃呢 其實都是一樣的 我就把它放在鍋子 蒸籠 參觀完爐頭的位置 我們又看看 這個 其實這個調味料架 我相信很多人的廚櫃 都有機會有 還有一定很多人見過 它也是一個 拉纜式的調味料架 那外籠就是非常耐用的 不鏽鋼 它這個還要有一個 小小的籃給你們放在這裡 你喜歡裝在哪裡都可以 至於沒那麼常用的 我就會放在這個櫃 一打開 其實我上面那兩格 我都還未開始用 太多Storage的空間 現在反而有點苦惱 不知道擺什麼好 我自己就加了兩個旋轉架 你會見到這個櫃下面 無緣無故為什麼會有一塊銀色 究竟又藏了什麼 沒錯 它真的藏了一些東西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設計的時候 我心想 這麼聰明也有 這裡有一個按鈕 只要一按一按一打開 所有的醬料一攬我為 上面還有一個紙巾架 然後它再內附了兩個調味料 即是擺鹽擺盤 而且它內附了一個按鈕 更加清楚 看到了所有的杖料 如果想收起來的話 非常簡單 它是一折的那一刻 原來這些杖料 就會平坦 好像太空人一樣 收回到太空倉 Perfect 這個就是我跟廚櫃公司 共同一起想出來 一起量度位 一起去設計出來的一個廚櫃 話說我跟Sunwave在談設計的時候 其實也有跟他們說 就是說我接下來 其實我怎麼都一定會拍一條片 去介紹我的廚櫃 看看會不會有優惠 可以給我的觀眾 又或者需要訂做廚櫃的人 所以他就給了一個很大的offer 他說從來沒試過有的 裝修這家店很少說有優惠這件事 如果大家需要訂做廚櫃的話 就歡迎使用 我想說原本我以為廚櫃 會是我整個裝修 最繁複 最頭痛的一環 但是 竟然變成我最舒服的一件事 他們那本catalog好像雜誌那樣 他們日本家庭是大約怎樣設計 他們的櫃的面板 台面的板 有不同的石 有不同的顏色 有不同的Tessera 全部都是可以你自己慢慢選擇的 然後我就上網看電器 或者去了電器店一趟 記錄了我想買的電器 就給它們所有size 就等它們出圖 包括有水電圖 以及就是設計圖 所有東西確認完之後 你就安在家中 等廚櫃在日本那邊做 他們做完之後就會通知你 然後就在日本那裡 就運回香港 裝修這件事的確是很煩 問題天天都多 但是 只要你遇到好的設計公司 好的裝修公司 好的廚櫃公司 基本上你的問題已經沒有了一大半 一個好的廚房 是真的會令到一個人的廚藝大大進步 我也會拍多一些關於廚房的片 煮食的片給大家看 如果喜歡這條片 喜歡這個廚櫃的話 就歡迎CLS 好的 我們Instagram和YouTube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